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结束 这是一台10万块钱的单头的一式咖啡机 Sneso MVP Hedra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它这么贵 那是因为松松垮垮的绿水盘 还是因为它看起来粗糙的做工 或者是因为它头重脚轻的底盘 那很显然 都不是 那么我为什么要花10万块钱 买这么一台看似做工一般 貌似还有一点点小毛病的单头咖啡机 众所周知 我们刚和深圳的基辅咖啡 还有上海的East Coffee 做了两期联名的咖啡 在这两款咖啡上架之前 我们就用这台咖啡机 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 很多人说 我家里边也有一式咖啡机 也可以做测试 显然你还不太了解 这台咖啡机 那这是一台可以实现变压萃取的意识咖啡机 什么叫变压萃取 通常你在家里边做手冲咖啡的时候啊 是这种常规的大气压的制作环境 那如果你用摩卡壶 爱乐压 地特压 这些制作过程啊 是水在通过咖啡粉的时候呢 产生了一定的阻力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带有一点压力的萃取的环境 但是很显然啊 这些器具它达不到一个持续性的高压的萃取的过程 但是如果你用到半自动咖啡机 那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持续性的高压的这样的一个萃取的过程 但是通常商用的半自动咖啡机萃取的压力啊 基本上都是维持在9个bar 而这台MVP Hydra 它则可以在不同的萃取的阶段来设定不同的萃取压力 来制作咖啡 那很显然啊 我买这台咖啡机不是为了去开咖啡馆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驭得了这台变压的小怪兽 我在上把手的时候 这个桌面如果不是那种很有足力的材质的桌面的话 你看 它还是会晃 稍微有那么一点这种头冲脚轻这样的感觉 这个绿水版是我见到过真的 这么多高端的咖啡机里边 真的是做的非常粗糙的一款 啊好烫好烫 好好好烫啊 它这个 哇 拿都拿不起来 这个冲煮头的这个拨感我觉得就是很灵巧 就比如我在手动萃取的时候 轻轻的碰一下 它就可以工作了 这是开始萃取 停止萃取 它是个热水键 其实说实话真的是有点烫 它不是一个按钮 它是一个感应的 感应到了之后它才会出水 那如果说开一家咖啡馆是为了追求稳定的出品 比如我今天喝的一杯咖啡 明天喝的一杯咖啡 甚至明年喝的一杯咖啡 它的味道相差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一家咖啡馆会尽可能的选择出品的稳定性比较高 可调节的相应的变量相对较少的这种咖啡机 甚至有不少的商业的咖啡店会选择用全自动的咖啡机设定好程序来出品一杯咖啡 来尽可能的减少在制作一杯咖啡中出现的变量 而对于这台咖啡机来说 它所有的功能看似好像都与稳定出品 背道而驰 热水 萃取的压力 当然我也可以就是改成M档 那这个M档的话呢 我就可以自己手动的控制 想要每一段萃取多少秒 你看它现在这个M档是手动的 用它来萃取的时候 就是可以自己来设定四段萃取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结束 看了这个外接遥控器的参数 你就会瞬间的懵逼 那这个外置的遥控器可以说是整个机器的一个参数调节的中控 蒸汽的温度 热水龙头的温度 萃取水的用量 预浸泡 那所以说 制作一杯咖啡的变量 在这个机器上 基本上全都出现了 咖啡机的制作程序也可以通过冲主头的手动拨杆来调整 程序呢也可以纯手动 也可以根据自己设置好的不同的曲线来制作 所以说啊 我会经常用这个咖啡机做出来一杯难喝的一匹的咖啡 那就比如我在整个20到30秒的萃取的时间里 我前15秒用两段比较低的压力 两个bar 五个bar 后两段呢 用8个bar和9个bar来结束 那你就会发现 那这杯咖啡它贼难喝 既不平衡 又没有风味 整个味道啊 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咖啡机 用稳定的9个bar萃取出来的味道 那不过我也尝试用这个咖啡机做了一些骚操作啊 我用6个bar稳定的压力萃取了一分钟 做出来一个长脆的黑咖啡 味道竟然还不错 用6bar萃60秒味道还是不错的呀 哇 这个soe萃出来真的 我觉得跟美式一模一样 如果要是太深烘的话就不行了 钱那是ok的 那所以这个机器特别的点就在于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在这四段的萃取过程中 设定自己想要的萃取的压力 以及萃取时间的长短 表达出来 自己想要的那杯味道 最后我想说啊 这台咖啡对于我来说 它只是一个测试工具 它真的不太适合咖啡馆出品 或者说对于咖啡馆的出品来说 它有点大材小用啊 今后的时间里边呢 我们会用它 来测试以及萃取不同咖啡豆 在不同温度下以及不同的阶段 用不同的萃取的曲线 它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差异化 从而找出来一个冲煮 或者是萃取的一个方案 或许啊也有可能通过这种 咖啡豆的萃取方案 反推 能够给到咖啡豆烘焙的一些反馈 从而来改善咖啡豆的烘焙 那这也不是不可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Coffee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